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這是一個T形 這個跟這個平行 E、F、M、N 分北是各邊的終點 這個都是終點 所以這個是中線 這個是這個T形的中線 這個是AD的終點 這個是理解終點 然後他說這個是40度 這個是45度 這個的話呢 是45度 好 然後現在 這個是A 這個是B 那麼他一下問VC等於多少 好,這怎麼做 這個我假設AD 我假設AD是等X 為了方便 那假設VC 是等於Y 那我們現在要求Y 好,那我知道說 這個T形的中線 是等2分之 那個上底加下底 所以這個E、F是A A是等於多少 2分之 上底加下底 X 加Y 然後再來 再來 然後再來 這一個 MN是V 這個V的話 因為呢 這兩個 腳加起來 整直度 所以這小的V 會等多少 會等於2分之 下底 減上底 下底 減掉上底 那為什麼 理由是這樣子 我現在 做MN的平行線 通過D點 做平行線 這個通過A點 也做平行線 那這個是X 所以這是X 這是中點 所以這個呢 這是2分之X 這是2分之X 哇 哇 這個也是這個中點嘛 所以這個是2分之Y 所以這一塊的話 是不知道什麼呢 是那個 2分之Y-2分之X 這是2分之Y-X 那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那個2分之X 那這是2分之Y 所以這邊 它也是呢 2分之Y-X 好 那這一段跟這一段 就一樣了 所以呢 那我就把這一個 把A點移過來 拼移過來 把這拼移過來 拼移過來 拼移過來的話 就是這一段 拼移到這裡來 這一段呢 拼移到這裡來 拼移到這裡來 拼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畫得不好 這一個的話 跟這一個平行 那拼移以後的話 這個就45度 這個當然畫得不好 這45度 這40... 不對 這弄錯了 這是50度 這兩個加起來是90 這個他說是50度 這50度的話 如果把它拼移過來的話 這個也是50度 所以這是90度 那這90度的話 我們知道 一個那個 90度 的那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 這一邊 這一邊的話 現在就跟什麼呢 跟這一邊就一樣了 因為我是拼移過來的 把這個東西拼移過來 把這個東西拼移過來 把這個三角形的話 把它拼移過來 拼移過來 拼移過來以後的話 那這一邊 跟這一邊就一樣 二分之一 歪多 二分之一 所以這一點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一邊的終點 讓我們知道 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斜邊的終點 到達呢 三個頂點的距離都一樣 三個距離都一樣 那也就是說 這個m 因為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個跟這個平行 也就mm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 這個就是二分之y 整的X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那個 y算算 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這是a加b a加b就等於多少呢 x就消掉了 二分之二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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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就想到 y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a加b 所以答案是a加b 一分之二 一分之二